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业会计法 各位同学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商业会计法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第十四讲 鼓励政策与奖励制度 鼓励政策与奖励制度 好 那我们首先来探讨的是鼓励的政策 何为鼓励呢 鼓励严格说来就是一个公司 经过一整年的营运之后 它营运有获利的情况之下 决定分配给它的股东 作为股东的投资报酬 让股东来分享 所以多半的时候 公司它发放股利 都是在公司有获利的情况之下 但是是不是就一定获利 才可以发放股利呢 这个公司法倒没有严格的规定 只是公司为了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股利政策 即便有些时候公司可能该年度并没有获利 但是由于多年来它有累积了所谓的保留盈余 它也可以针对保留盈余的部分来发放股利 作为股东的投资报酬 所以这样讲就是让各位同学了解 发放股利的公司多半是营运状况有获利的公司 但是在没有获利的情况底下 因为大环境不好 使得公司没有获利 但是为了让自己的股利政策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这个时候公司就可以应用历年来所累积的保留盈余 来进行股利的发放 好 那这个股利政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刚才所定义的是股利 股利就是发放给股东所享受的报酬 那股利的政策呢 这个是站在公司经营者的角度 他们必须要来决定 公司每一年年复一年 他所发放的股利 有没有一个政策的依据呢 那由于我们所股利的发放 有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叫做现金股利 另外一种叫做股票股利 顾名思义 现金股利就是以现金的方式发放给股东 让股东来分享公司的获利 那至于股票股利呢 那它的标的物就不是现金 它是以股票的方式来给公司的股东进行分享 那这种收到股票跟收到现金 这种股利分别成为现金的股利跟股票的股利 至于公司呢 到底应该发放多少的现金股利 或者是全部以股票股利的形式来发放 或者是说部分现金股利 部分股票股利 那这个就涉及到公司的股利政策 那站在经营者这个公司的角度来看 它发放现金股利 那势必公司可动之的现金就会减少 因为现金呢流放在公司 公司可以继续扩充它的营业 但是如果发放给股东 那公司的营运的资金势必降低 这个是公司要考量的部分 那如果说不发放现金 那发放股票如何呢 那对公司营运者所造成的冲击 当然是现金没有减少 可是发放股票股利的结果 造成流通在外的股数会增加 也就是所谓的股权的稀释的效果会出现 原本你流通在外可能说是一万股 那你现在发放股票股利之后 那你流通在外的总股数一定会增加 那总股数增加就会产生股权的稀释 何谓股权的稀释 也就是同样的获利的金额 可是原本只需要分给一万股的股东来分享 现在发放股票股利使得流通在外的总股数增加 可能要由一万两千股的股份的股东来分享 那这样每个人所能分享的部分 当然就减少 所以站在公司的立场 到底应该发放现金呢 还是发放股票股利呢 这个就必须是谨慎的思考 好 那我们再来说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也就是股东的角度 那股东当然多半的情况之下是略显被动 因为股利的政策决定在于股东会 对不起 应该说是在于董事会的决定 可是董事会一旦决定之后 当然也是需要经过股东大会的追认 那这个时候呢 由于董事会的董事们 他们是大股东 所以往往他们在董事会 所决定的股利的发放的多少 或是以什么形式来发放 这个时候呢 在股东大会 小股东虽然有表决权 但是由于持股的股份比较少 所以大概很难去左右 或是改变原本股东会的 原本董事会的决议 所以在这里 就是让各位同学了解到 这个股利政策的决定 基本上是由董事会来决定 当然需要经过股东大会 所谓的股东年会来追认 但是往往到了股东年会的时候 可以改变的部分就变得很少了 多半在股东大会之前的董事会 就已经定案 好 那我们说 作为一个股东 尤其是小额的股东 那我们到底是欢迎股票鼓励呢 还是现金鼓励 这个在学理上也没有定案 完全取决于这家公司的前途 或是它的未来性而定 假设这家公司没有什么未来性 或者是明年后年短暂的可预见的未来 它的获利状况即将变得不好 那我们或许希望多拿一点现金 入贷为安 但是如果我们所投资的公司 是一家前途大为看好的公司 那我们宁愿多拿一点股票 因为这家公司前途看涨 它的股价势必在未来也会上涨 那这个时候拥有较多的股票 就会拥有较多的获利 所以站在投资人的立场 到底欢迎现金 还是欢迎股票鼓励 这个要完全取决于 这家公司的未来性 好 那我们稍作休息 老师再把股票鼓励和现金鼓励 他们的会计处理 来跟各位同学做详细的介绍 好 我们说这个股票鼓励和现金鼓励 就是所谓的鼓励政策 那它取决于公司的董事会 当然要经过股东大会的认可 那一旦决定之后 公司发放股力的时候 就会根据它所发放的是现金鼓励 还是股票鼓励 来进行会计的记录 那首先老师要各位同学看到 我们为你们所准备的现金鼓励的分路 现金鼓励发放的分路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 有两个重要的日子 第一个现在你看到的4月30号 称为叫做宣告日 第二个你接续要看到的 叫做6月30号的发放日 什么是宣告日 多半都是指着股东年会 或是股东常会 追认通过的那一天 叫做股力的宣告日 那什么叫做发放日呢 那就是实际发放现金给股东的日子 多半在发放之前 他会用一个通知书 通知小额股东说 在什么时候 比如在这里我举6月30 他说会在6月30 会把这个现金鼓励 存到贵股东的某一个银行的账户 那那个6月30就是发放日 好 那它的分路呈现 如果是在宣告日的时候 我们的分路是借保留银鱼 但应付鼓励 各位同学请注意到 借方的科目保留银鱼 表示我们所以能够发放鼓励 就是因为我们有保留银鱼 倒不见得是因为我们有本期的尽力 但是至少我们有保留银鱼 可以来发放鼓励 所以每当要发放或是说宣告的时候 我们会借保留银鱼 所谓借保留银鱼 也就是所谓的减少我们的保留银鱼 好 那金额老师这边没有特别的写下来 那是随实际的状况而定 那借方的科目呢 叫做应付鼓励 古名示意 应付就是应该要付给股东 但是尚未实际支付 所以有一个叫做应付鼓励的科目 那这个科目对发行鼓励的公司来讲 就是一个负债 所以我们写在贷方 叫做应付鼓励 一样我们金额未定 是实际状况而定 好 那6月30号实际发放的时候呢 既然实际发放 要把这个鼓励 根据股东 他所拥有的股份的单位 在层上每一个单位 到底发放多少金额 这样子得到一个总金额 就是各该股东 所应得的鼓励 那这部分 一旦存到各该股东的银行账付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这个应付鼓励这项负债 所以公司将应付鼓励 从借 从贷方 写到借方来 表示我们没有负债 好 那也表示 我们实际支付了现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 贷方有一个科目 叫做现金减少的一个科目 好 那这个就是现金鼓励 那现金鼓励 我们说它的原文叫做 Cash Dividend Cash Dividend Dividend这个字 就是鼓励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 老师要来介绍第二种鼓励 叫做股票鼓励 它的会计处理 那请各位同学 看到我们以下 所举的这样一个例子 好 股票鼓励 它的原文叫做 Stock Dividend Stock就是股票的意思 Dividend就是鼓励 好 那我们说股票鼓励 又分为两种情况 你看到你的左手边 画面上有个红色框框 它写的叫做 小额股票鼓励 然后括号写着 占流通在外股份 百分之二十以下 所以我们在发放股票鼓励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本次发放的股票鼓励 是属于小额的股票鼓励发放吗 那如果是 那表示我们增额发放的部分 没有超过原来流通在外股数的 百分之二十 那换句话讲 原来如果流通在外是有一万股 那你这次增额发放 是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 就是两千股 那如果你所发放的股票鼓励 小于原来流通在外的百分之二十的部分 那我们就称为小额的发放 好 那现在呈现给各位的是这个会计的记录 四月三十号是宣告日 一样我们说宣告日指的是股东大会所通过的那一天的日子 好 一旦通过了 也就是对外宣告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发放股票鼓励 各位同学看到借方的科目叫做保留盈余 这个借方科目跟刚才现金鼓励的发放 借方科目同样是保留盈余 但是贷方刚才现金鼓励贷方是现金的减少 那这里呢 它是股票鼓励 所以贷方的科目是普通股括号贷分配 那为什么括号贷分配 因为我们只是宣告还没有实际分配 所以是叫做贷分配 那至于资本攻击括号溢价发行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因为我们已经提到政府要求不论大公司小公司 所有在台湾上市柜的公司 它的股票的面额余率是十块钱 可是我们发放股票鼓励的时候 我们的股票在市场上的价格往往高过面额 所以这个高过的部分就用资本攻击的部分来呈现 所以我们会出现资本攻击括号溢价发行来呈现 当然如果不信 公司的股票的市价跌破面额十块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的资本攻击 就会写成括号折价发行 而且不会是在代方 是在借方的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在国内的实物上是不被允许的 虽然它在美国或是其他的欧盟的国家 是有折价发行的情形 但是在台湾没有这种情形 好 那发放日的分路呢 就是实际发放的时候 我们把普通古代发放 从代方现在移转到借方 那表示我们实际要发放 那实际要发放的时候 我们的代方就会增加普通古的古本 这个就是老师所说的古本的稀释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普通古的古本 在代方呈现增加的趋势 这个就是古本的稀释效果 那接下来老师要介绍给各位同学的 是大额的股票鼓励 那顾名示意 大额就表示说 这一次的发放股票鼓励 它的金额相当的庞大 那大到什么程度呢 假设大到超过流通在外 总股数的20% 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大额的股票鼓励 那我们稍作休息 回来的时候老师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大额的股票鼓励 那大额的股票鼓励呢 为了方便介绍 老师举了以下的一个例子 实际的例子来帮助各位了解 如何来会计处理大额的股票鼓励 好 那现在请看到我们所准备的会计的例子 好 我们说这个例子呢 是说有一家公司 好 他在这个2011年的4月份 4月30号 他宣告他公司有股票鼓励 那这个股票鼓励呢 他宣告说他要发放25%的股票鼓励 换言之 原本如果流通在外有一万股 那你宣告要发放股票鼓励 宣告发放2500股 那这个就表示说超过了25% 那根据规定 只要超过20% 它就属于大额的股票鼓励的发放 好 那我们说 假设这家公司目前流通在外的总股数是10万股 那每股面额政府规定是10块钱 而且呢 目前假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的挂牌价格 也已经上升到12块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宣告25%的股票鼓励 他的会计方的会计的这个分路如何呢 请看到4月30号 他的会计分路 他说借保留盈于25万 这25万如何得到的呢 因为我们是流通在外10万股 增额发行25%就是25000股 那25000股 那我们的每股的面额是10块 所以10乘以25000就是25万 好 我们在借方 保留盈余减少25万 那带方呢 我们说股票鼓励呢 就会使我们的股本产生稀释 所以带方 普通股带分配有25万 那当然 因为现在我们只是在宣告日 好 那到实际发放日 6月30 你会发现 我们把带方的普通股带分配 移到借方来 那实际带方就会有 普通股的股本增加数 是25万 那各位同学 这个分路就是宣告跟实际发放 大额股票鼓励的分路 那这个分路 特别要提醒各位同学的 就是它采用的是 所谓的面额法 那就是说我们不管市价 是已经上升到12块 我们记录的方式 是用面额方式来记录 所以每股面额是10块 那总共新发行了25000股 所以就有25万的 普通股的股本的稀释效果 我们不是拿市场单价 12元来乘以25000股 而是拿10元来乘以25000股 那这个就是一种 面额法的一种概念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处理呢 因为如果我们用市价 每股12块来处理 来做会计的记录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资本攻击的一个项目 那这资本攻击的项目呢 如果太大 那可能会使我们整个股东权益 产生波动 所以一旦是大额的股票鼓励 原则上我们都是采面额法来做记录 好 那这个就是老师与各位同学 分享的股力的发放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今天第二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所谓的奖励制度 我们这里的奖励制度 指的是普通股认股权的奖励制度 那请各位同学看到 普通股认股权的这个奖励制度 好 那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同学 介绍这个员工认股权的这个制度 我给各位同学举了一个例子 那在进行员工认股权的这个制度的介绍之前 首先我们要了解有一个东西 叫做认股权的定价公式 那认股权的定价公式 它是写成O等于M减1 除以1加I的N次方 那老师来详细的加I解说 这个O代表什么 O这个字叫做Option Option就是认股权 那我们这个定价公式叫做Option Pricing Model Pricing就是定价的意思 所以认股权的原文就是Option 好 那各位同学或许会问 那老师请问什么是认股权 我们说这是一个奖励制度 那公司是由许多员工所组成 我们必须对有高生产力的员工加以奖励 那到底要怎么奖励 固定的薪水增加它的薪水 这些是一种方式 可是它如果表现得非常好的时候 我们有另外一种方式来奖励它 就是用认股权的方式来奖励它 那认股权呢 就允许这位员工 他在特定的时间 以特定的价格 执行认购我们公司的股票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它可以用一个特定的价格 来认购公司的股票 多半是指着这个认购价格 低于当时的市价 假如这个公司在这位经理人 这位高阶的员工的带领之下 业绩蒸蒸日上 那这家公司的股价应该也是相对的往上成长 那这个时候股票的市价一直往上成长 可是我们应允这位经理人 他可以用一个相当低的价格来认购 这个公司的股票 那所以呢 经理人就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incentive 要努力的去经营公司 那公司的股票越涨越高 但是它被要求的只是一个很小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认购价格 就可以认购这个一直节节高升的股票 所以这个就是认股权的精神 透过认股权来吸引高阶经理人 努力的经营 当然反面来看 如果他经营的不好 那市价可能就节节的下跌 那这个时候甚至还跌破 他被允许的认购价格 那这个时候 他当然就不可能去执行认购 那当然这个认股权 对他来讲就不具有吸引力 所以这种认股权制度的设计 就是尤其在西方的这个企业 是非常看重这个机制的设计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是他们激励高阶经理人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方式 好 那现在老师再把这个认股权的公式 呈现在画面上 给各位同学来看这个认股权的公式 分值是M减1 这个M就是执行的时候 执行认股权的时候的股票的市价 当然我们说 什么时候可以执行认股权呢 公司为了鼓励经理人 继续留在公司打拼 他势必不可能太快 让经理人可以执行认股权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说三年之后才可以执行 所以这个M就是三年之后的股价 那到时候这个价格就会确立 那这个E呢就是可以认购的价格 那这个认购的价格是写在合约上面 那分母的部分 为什么有一个E加I呢 这个I呢就是折现率 就是利率 我们说这个M减1 是未来的金额 将它加以折现 就是现在的这个认股权的价值 所以这个公式就是这样求算而得的 我们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